桃園機場出現包含清潔員及防疫計程車司機等4名COVID-19確診者 其中停車場、廁所清潔員接觸者最新採檢結果出爐 25人已經完成採檢 除了染疫清潔員以外並沒有新增其他確診者 而4號緊急停課的兩所學校今天也恢復正常上課 桃園國際機場確診的一名外包清潔工 去年12月底曾經一連兩天到中立區隆岡的中貞市場擺攤 4號下午市場緊急修飾3天 全面擴大清潔卻引來部分攤商的不滿 因為學生接觸確診病例 桃園的一所高中和一所國小4號緊急停課清潔 不過個案學生PCR檢測是陰性 除了個案學生依照規定進行居家隔離之外 兩所學校5號全部恢復正常上課 這起職場群聚案持續延燒 累計已經有4個人確診 桃圭公司針對可能進出清潔員工作場域的 桃圭公司員工依照風險的高低依序檢驗 防疫車隊駕駛經過兩天的採檢 也陸續出車執勤 至於在桃圭工作的外包清潔員 也都展開了採檢 緊張就是會啦 我看到我就怕了 單難擔心 不過我們像現在 我們現在要在課之前 現在都已經消毒過 人人自危 指揮中心定調 桃圭染疫事件是群聚 宣布在機場設立前進指揮所 由衣服會執行長王必勝統籌 啟動評估現場作業 入境動線風險以及快速篩檢三大任務 這邊成立一個前進指揮所 那我會派王必勝醫師來這裡做一個相關的統籌 那統籌我們機場這邊相關的單位 這邊單位比較多 然後也跟桃圭市衛生局能夠密切的合作 然後第二個任務在派在這邊的一個前進指揮所 也要再把整體裡面機場內的一個相關的動線 跟相關的人員 相關是不是有一些可以精進的作為 那再向指揮中心提出報告 桃園市也設置龍岡大操場貼幕 北區客家會館 黎明公園等三個採檢站 提供民眾免費採檢 記者綜合報導